韓吉拉拉隊女神李多慧 最近宣布跨足歌壇 還舉辦見面會 但是票房不大理想 之前就粉絲抱怨了 VIP門票一張要價2880塊 但是福利卻很普通 就現在好幾場都沒有玩售 主辦單位乾脆將高雄場取消 韓吉拉拉隊女神李多慧 曝光新曲MV預告 唱跳實力都令人驚艷 近期李多慧 解鎖許多新身份 也跨足歌壇 原定預計在台北和高雄 分別舉辦粉絲見面會 但傳出有民眾質疑 價格過高 一張VIP門票要價2880元 一張票也要1880元 不過福利只有一對四合照 外傳售出的門票不如預期 現在更宣布要取消高雄場 翻開購票網站 寫上因不可抗拒的因素決定取消 主辦單位表示整體時間 人力配合都太過困難 接著又貼出補償方案 如果買高雄票的粉絲 願意北上會多送神秘小禮物 主辦單位提供的福利也加碼 台北廠購買VIP門票的人 可改為一對一合照 送簽名海報 會後李多慧還會親自送別 但部分粉絲人不買單 怒轟說補償方案不好 更有人很酸幾百塊就可以去球場看李多慧 為什麼要花幾千塊去見面會 李多慧從樂天女孩離開後才剛準備轉換跑道 結果紛擾不斷 包括她離開後退追所有樂天成員的IG 被粉絲劈過河拆橋 不過女孩們的友誼似乎不受影響 樂天隊長懶懶就發了和李多慧私下聊天的照片 展現好周期就做不到